本地的球迷为了观看半夜开打的欧锦赛 纷纷聚集在民众俱乐部观看法国对垒罗马尼亚的赛事 现场气氛高昂 当法国队的吉鲁射进第一个球时 在场的球迷兴奋不已 欢呼声震耳 这些球迷都是乌兰的居民 为了一堵欧洲足球锦标赛的首场赛事 他们都聚集在附近的民众俱乐部 尽管赛事是在凌晨三点钟才开打 但是在场的球迷不露一丝倦意 民众俱乐部也为球迷提供草席 以让整个观赛过程更加舒适 三八王级选区议员安宁阿米也到场 与居民一同观赏球赛 并在破晓前与居民一同享用摘借钱的早餐 欧锦赛将举行一个月 而在这一期间 本地将有32家民众俱乐部现场播放赛事 未经许不足 未经许不足 未经许不足